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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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Yuki 大家好我是Yuki 今天要帶大家去新加坡 Novena車站周邊走一走 在新加坡有很多的車站 通常都會直接連接到好多商場 而商場裡面 都有很多的美食街還有一些餐廳 這邊的商場 是新加坡本地人比較會逛的商場 商場裡有很多在賣民生用品 的小攤位 今天就在帶大家跟我一起去 走一走逛一逛 這商場裡面不定時都有很多特賣會 最近聖誕節快到了 商場裡面都有很多聖誕節的裝飾 新加坡的商場裡面有很多在賣麵包 還有在賣很多傳統糕點的店 每次逛商場的時候都會特別喜歡看這些糕點 看起來很好吃也很療癒 最近是看到商場聖誕節的擺設 才發覺聖誕節快到了 因為新加坡幾乎一整年都是夏天 看到聖誕節的擺設才發現現在已經11月了 第一次要在沒有冬季的國家過聖誕節 感覺有點不習慣 這裡又是一間連鎖的咖啡店 有賣很多蛋糕還有一些傳統的糕點 有來吃過兩三次 這裡的黑森林蛋糕覺得很好吃 這個車站有連接兩個商場 這第二個商場的一樓都會把一些小攤位 很像小小市集的感覺 有賣一些手工做的飾品 也有一些手工作的點心 中文字幕——YK 最近这几个月Mr Donuts甜甜圈连锁店在新加坡开分店了 每次经过都是大排长龙 好多人在排队 今天商场的另外一头也有特卖会 在卖很多食品还有古早味饼干 去看一看有在卖什么样的商品 这里是冷冻食品 这里是肉干还有豆沙饼 十个豆沙饼五块新币还蛮便宜的 这旁边还有在卖很多糖果饼干 这个是肉松 这间店卖的商品很像台湾的新东洋 这里一整排都是在卖古早味的零食 这个小饼干色彩很缤纷好可爱哦 打算先去上面的美食街吃饭 吃完之后再过来买 新加坡不管是商场或者是街上里面 到处都有像这样的美食街时隔 所以在新加坡根本就不用担心吃饭的问题 我先看一圈再决定要吃什么 这一间在卖很多油炸的食品 旁边又有在卖中式的炸菜拌 看起来也是很美味 最后决定要吃这一间有在卖很多油炸物的 他旁边有在卖很多面食 米线 阿蜜 在这边吃 米香没个 这边吃 谢谢 常常会在十个里面看到这个叫做米香的东西 香是香罗的香 今天就来吃吃看 上网查了一下维基百科 这道米香米粉 是来自于马来族跟巴巴娘了两大菜系 这道菜是受到泰国菜甜酸辣的启发 所以在细米粉上面淋上泰式的酸辣汤 再加上一些肉汁 整个口感吃起来酸酸辣辣的 我觉得很好吃 面里面加了一些豆芽 还有一颗蛋 还有一些豆泡 吃起来很清爽 吃到最后米粉吸附了很多汤汁之后 更好吃了 今天又加点了两个油炸物 一个虎皮卷跟一个板柜 都只要一块钱 这个虎皮卷也蛮好吃的 肉味很香 接着要来吃这个粉红色的板柜 常常在外面看到的是像昂虎柜的感觉 不过这里是用油炸的 油炸了之后比较硬 非常的有嚼劲 这个是我第一次吃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里面是包什么馅 如果知道的朋友 麻烦留言告诉我 这个馅里面有点像包萝卜丝 但是又有点像豆沙的感觉 虽然我真的吃不出来这是什么东西 不过它的外皮吃起来就是像炸汤圆的感觉 越嚼越香 但是下次我应该选择 还没有炸之前的来吃吃看 应该会是很Q软 吃完了之后来买一些古早味零食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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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特价的优惠 赶快来选择三包回去 这一包是2.5块三包是6块 好多小时候的饼干零食喔 有麻花卷还有苏打饼 又看到这个很像台湾的小飞机饼干 这里是做成小鱼的造型 还有在卖香蕉干看起来也是很好吃很脆的样子 种类很多很难选择 这个叫做鱼球的东西是第一次看到 还有在卖马来西亚的宝宝饼 这也是马来西亚有名的伴手礼之一 它后面也有在卖很多核桃酥 还有太阳饼 陆陆续续越来越多人来逛了 这里也有在卖印尼的千层糕 这里的商品真的很多 先拿个篮子 挑了这个很可爱的小饼干 没有吃过 就挑了柚子很喜欢吃的大虾饼 最后也是挑了这个没有吃过的芋头酥 它的造型也是很可爱 就这样买了这三包六块钱新币 台币138块 这卖场里面也是一样开始在卖圣诞节的装饰 接着我要走到这里的大创去逛一逛 也就是日本的百元商店 虽然现在没有住在日本 但是家里的很多东西因为都用习惯了 所以还是会去大创买 今天就带着大家去逛逛新加坡的大创 每次来逛的时候也几乎都是很多人 这里的这间大创也是很大间商品很齐全 有在卖一些日用品也有在卖食品 还有柚子学校用的文具笔记本也都在这里买 这间店卖的日用品还有食品种类也都算很齐全 有时候没有特别要买什么东西 但是也是会过来逛一逛走一走 不过这里商品的价钱就是比日本贵两倍 好像跟台湾也是差不多 虽然贵两倍 但是还是会来这里买 因为商品真的很齐全 回到家之后就先开这个古早味零食来吃吃看 先开这个芋头酥 很好奇这是什么味道 再来开这个糖霜小饼干 这个糖霜小饼干吃起来很脆 它下面的饼干本身没什么甜味 所以甜度刚刚好 不会太甜 接着吃这个芋头酥 可以看得到它有一些黑芝麻在里面 这芋头酥吃起来的口感很像核桃酥 我觉得很好吃 可是我吃不出来有芋头的味道 但是就是核桃酥的味道还带一点黑芝麻香 我觉得好好吃哦 很适合当喝茶聊天的茶点 接着又到了晚餐的时间了 我今天要分享一道很简单的肉酱咖喱 小孩子很喜欢 锅中加入油 再加入洋葱、红萝卜跟姜末 拌炒一下之后再加入肉末 我今天用的是猪肉末 也可以用牛肉末 把肉末弄碎再继续翻炒 加入适量的水 再加上一些烧烤肉的酱来增加风味 如果没有的话也可以加一些番茄酱 再加入日本的咖喱块 三人份只要三小块就可以了 然后盖上锅盖焖煮一下之后再搅拌一下 煮到稍微有些浓稠之后就好了 再加上水泼蛋 简单的肉酱咖喱就做好了 我给我们看看 我们可以先去吃 那我们现在吃饭 来来来来 好吃 好吃 很美味 太多了 日本小孩真的很喜歡吃像這樣的日式咖哩 我選的是甜味沒有辣的 我跟K先生要吃的時候都會在上面撒上一些辣粉 這樣同時都可以滿足大人跟小孩的口味 日本第一房間 西味粉 嗯,好吃 好的,今天主婦的一天輕鬆小品就分享到這裡了 希望你們也會喜歡今天的分享 有時候就是平時一個人到處走一走,到處逛一逛 走到哪拍到哪,就是跟大家分享我在新加坡的生活 最後還是很感謝你的收看,我們下次見囉,掰掰